農曆年初發生旺角騷亂後 警方用了接近一年時間 添置大批裝備外 本部還掌握到 警隊內部已整合了一套 專門應付大型示威的應變策略 大致用2,700萬買水炮車 小致便衣探員的頭盔 長蝦都會舊換身 還會採購大批圓盾 和落地長盾 日後的運兵車會採用多門設計 內籠寬闊 被執勤人員有為動 還會配備防碎玻璃 和裝設可以開關的活動窗口 為了擒擦先擒王 警隊招攬前線警員兼任證據搜尋小組 小組以9人為1組 工作包括拍攝、搜證 和作出警告以便即時拘捕目標人物 在早前的反釋法遊行 就已有9組人在現場執行任務 對於警隊的新安排 議員有不同的看法 我想在佔領中環事件之後 大家就開始考慮前線警員的裝備 究竟這樣做不足夠 即是否足夠去維持社會的治安和秩序 增加的裝備其實都是有需要的 無論是人事的增加 或者是那些裝備的增加 都應該有一些合理的理由 例如人手的避避 或者那些安排是否合理 我覺得應該要公開的這些部份 因為政府其實是應該要公開策門 即是給公正知識 就是相關的看法 即使人手的避避 自然相關的選擇 自然而言 不одар的